大家好,2月22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11時,波叔做財政預算案 正在讀 這個消息也不錯,會派5000元的消費券 3000元會在四月派發,這個確認了 現在正在進行 我錄的時候是12.20分 我猜可能已經讀完 接著有些新捧稅、退稅、免兩季猜響 但我還未看到他報道出來 說去年的財赤有多少 可能稍後要遲一點才有 今天我們也會說最重要的財政預算案 在香港財政預算案 或是地產小專家 但樓市應該不會切辣椒 如果我有看01 東方沒有實時 星島就有實時 樓市應該是沒有切辣椒 即是堅叔屌完也沒有用 今天坦白說 我們地產小專家說過很多次 那些什麼高財通 什麼人才計劃 全部都是包裝好 讓內地人來香港 所有東西都是同一件事 全部都是一個樣的 無論它如何改變、改來改去 有時我也覺得挺感慨 國家說得這麼厲害 曾經 你聽著 我已經要用曾經這個字 曾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肯定不是 中國現在肯定不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肯定已經不是 因為如果你有聯繫國內的朋友 根本上全國 到處都是失業潮 我講潘儒的舊同事 他現在是沒有工作的 他五十幾 還可以的 他們那些 即是他們都叫做老一派人 他應該差不多是 七零年度出生 應該是七十後 所以他們那些儲蓄率都是高的 自己有樓 有回一塊錢 他最重要是有樓 最重要是有樓 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供樓 但他說很多 現在無論是在潘儒 廣州 深圳 到處都失業 甚至他最近去過雲南 很多地方失業 全部都是失業大軍 今早我在早上看 就是連農民 農民都失業 那你說農民耕田不行嗎 因為他沒有了一塊地 即是他沒有了一塊農地 那你說為什麼農民沒有了一塊農地呢 因為農地被人收了 用來蓋房子 那你沒有了一塊地 那耕田沒有嗎 對不對 那之前可以出去打工廠工 農民的 如果山區地方的兩三千都可以 現在連那些廠都沒有了 請28個教師 三千人來應徵 三千人來應徵 所以你怎樣跟我說 中國還是第二大經濟體呢 我絕對不會相信 然後波叔好像說 不知道今年經濟增長有3至4% 對吧 現在我們看看那個數字 如果香港經濟有3至4%增長 你就不會派消費券 對不對 有增長怎麼會派消費券 那為什麼要這樣決定做這件事呢 我們待會會說 但我們不會說太多經濟 我們留在那個財政預算案 留在香港財經R 或者地產小專家再說 好了 我們主要說 就是這個高財通計劃 今天其中一個項目 大家都知道 我們老早都說 牛鬼蛇神 什麼都出來了 你看到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一通關怎樣 牛鬼蛇神出來了 好了 你說為什麼不去外國 那些權貴為什麼不去外國 好了 去了 去得的已經去了 那些錢搬得的就已經搬了 那網上有人就說 是搬吧搬吧搬吧 美國佬就是看著你搬些錢 去新加坡的 搬吧搬吧搬吧 等你搬完的 一夜收你皮 美國佬做得出的 你搬吧 是不是 那現在呢 這幾天陸續發現 第一 有東莞人來 這個專財計劃 那來做什麼呢 其實這些人 所有的人來香港做什麼 就是搶你香港人的飯碗 因為國內沒有 這麼大的國家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 他今年說得這麼厲害 你看到那些牛鬼蛇神 全部都離開了 事實上已經可以看到 那來什麼呢 來搶你香港人的飯碗 代了你 假裝香港人來接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看到 那個剛剛出冊的 國內罪犯來的趙批 居然還在北京開這個記者會 這樣也行 這樣當然失敗了 對不對 第三個我們看到的 來香港生孩子 小紅書 教你怎麼來 高財通計劃來生孩子 那裡是高財通計劃 那你可能問我 喂 那就證明內地 所有人都來得 當然不是 你看現在自由行 有讀者說潮州 我不知道 有讀者說潮州來到 我不知道 現在基本上 只是深圳來到 深圳 其他地方的人 你們自由行都不行 怎麼可以來香港 多次往返24個月呢 不可能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背後有人買了位 那不是你說的國安是香港做什麼 不是為何堅肅被人玩到毆毆轉 因為不同了人 不同了人 那我的姨媽姑姐 搭上便搭上便搭 那你給了那個 過路費 那就批要你來 你看到這個勞福局局長 孫玉咸 完全沒有把關 為什麼 收到風 收到等定權 這個要過 好了 現在為何突然宣佈這是罪犯呢? 原因是因為你太羊羞 讓上面的再高級的人知道 突然間就收你工 你以為來香港 所以我經常說一件事 做人千萬不要貪心 你以為後面有勢力 誰知後面有一個比他還要勢力 你本來以為高才通來香港 當然是走出去了 現在還要拘捕 但是究竟香港在國內是沒有執法權的 調查權也沒有 但是國內會執法 入境處長是多鞠魚的 你在國內有調查權嗎? 你調查什麼? 調查的方法嗎? 你當我們傻子嗎? 但是國內那個人 誰讓他申請下來的? 他是罪犯的 我告訴你 這次孫玉涵是基本上揹著應的 好,我們進去先說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後備時事頻道 Patreon 我連結下面是5元美金一個月 昨晚的美股當然是差 為甚麼呢? 星期一是總統日 所以沒事 昨天一開 又是那些事 又是憂慮美國加息美元之類的事 差不多跌了道指690多點 納斯特就跌了290多點 兩個都差了 港股也是 港股升幾點,跌幾十點 鑽石狗就跌到129% 美銀也跌到46%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想跟你爭論他的基因改造的道德問題 我不想爭論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要爭論這個問題 三天三夜都爭論不完 何健虎其實已經批准了他 出了通行證 你不要告訴我你不想批准他 你不想批准他,你為甚麼要出通行證給他 這位孫玉咸曾經答過明報記者 那張行證中沒有申報刑事記錄 說你你的局長是怎樣做的 他剛剛才坐牢了 你也不符合要求吧 高材有清晰定義 他還說高材有清晰定義 這傢伙要下降 所以我們老早說 這傢伙一定要下降 你看到他污漆漆地做事 我沒有 收到微信 我就做這件事 接著我就死撐 現在就不是了 收到命令了 我要加一個申報刑事記錄 要甚麼申報刑事記錄呢 任何入境都有要求 任何入境 你一定要寫明符合香港入境條例 大吐婆也是 大吐婆也是 待會我們會說 你在美國大吐婆 她可以不讓你入境 英國寬鬆很多 你有將那些醫療照就可以了 但你個人安全是第二回事 你個人安全是自己教 或者是多少個月懷孕 就是當作為一個人 我不想去爭辯這些事 但問題是 別人外國是有 但現在香港總之只是內地人 你收到一個微信 你告訴他 說他五勞七傷 說他三個頭六隻手 你也要讓他入境 就是這樣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是批准他 你不是批准他 你為甚麼給他通行證 所以這傢伙是壞了 我們老早說 這傢伙一定會死 告訴你 做事亂拘捕不來 怎麼搞啊 大哥 你是局長來的 是吧 這傢伙是今天的唯一一個好消息 唯一一個好消息 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 所謂100% 新縫稅減免 不是100% 不用你付 即是100%都可以 計入減免稅之列 上限6000元 然後兩季免差響那些 其實我估計那些 就是勞福那些 基本上都是審審審 跟以前一樣的 留下多少做美食廣場 留下多少推廣香港 這些大家知道 但香港市民比較開心的就是 再派5000元消費券 你看到第一 第一 銀碼已經縮了一半 縮了一半 第二 四月份 先派3000元 那代表了甚麼呢 那代表了 根本上你通關之後 不是經濟沒有起息 有起息 要甚麼派這個消費券 既然 香港都已經有增長 一會兒大家給大家看看 他說今年 香港應該有多少增長 那不會現在零的 是吧 那你還派消費券 是吧 那即是沒有 這些是自打嘴巴的 對嗎 即是自己把左袋拿出來 你洗吧 然後落到右袋裡 告訴別人 香港回來了 回來用甚麼派消費券 是吧 你當我是傻子 你當香港市民是傻的 對不對 但怎樣也好 比你做了甚麼名日大禹 六千多億去做抗疫 連大數都沒有 細數都沒有 只有大數 你問一下檢測包用了多少錢 補就業用了多少錢 做這個檢測了多少錢 打疫苗用了多少錢 全部沒有細數 只有大數出來 六千多億搞定 那麼基層市民當然是希望 很多基層市民都說消費券是好 那麼今次 我想他說的話 好應該是估一萬的 那麼現在都五千 是吧 即是當算 算做有一點點 那麼跟著有說就說 預計你請外傭 外傭又希望扣稅 我想問不是有錢才可以請外傭嗎 那麼為甚麼請外傭可以扣稅 會不會有些說去照顧子女 照顧老爺那些 但你也是有錢才能請外傭 是吧 那麼這個我覺得有些問題 那麼有錢你還需要幫他呢 即是我個人意見是這樣 可能我會被很多人罵也不奇怪 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 喂不是啊 即是家裡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要照顧 但不是有錢才能請外傭嗎 沒有錢怎能請外傭 即是這個我覺得比較古怪 雖然銀碼我估計也不是大人 應該 大家看到東方經常拍攝 我有朋友 即是有朋友都是做過這些食環的外判 你又不可以說他很寬鬆 他都會來的 但真的很瞞臉色 有時都會來看一看的 但打過電話 即是東西跟了沒有 我跟了就搞定了 他真的是這樣而已 喂開了工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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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有時會有人來看的 但很少 很少 你預計他沒有也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睡覺 是的 那他這個是值班時候來的 沒東西做的 你不要以為一定有東西做 可能他請那個外判工人 在某一些熟食檔 街市裡面是沒有東西做的 沒有東西做他就睡覺 那你說為何沒有東西做要請他 不奇怪 譬如說他一天八個小時 其實他可能做三個小時就搞定了 他都沒有東西做 那就睡覺 那為何沒有東西做都請他 或者不夠 沒有那麼多事情做都請那麼多人 不是自己的錢 都不是自己的錢 或者這個外判跟他有關係 你怎知道 所以你看到他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他都沒有東西做 他可能三四個小時已經做完了 還有三四個小時 那又怎會這樣睡覺 所以你經常拍到他 他真的沒有東西做 我悶到暈 他不走出去就算偷笑 其實他們很簡單找到你就可以了 你在那個範圍裡面 搞定了 你說寬不寬鬆 其實他說也挺寬鬆的 又不至於完全不理 就是你簽到 你在那個範圍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做事做得好不好 沒什麼人來 說明愛判 那些錢就這樣浪費了 食環主監工人數太少 這個 大家看到下面這個 其實沒什麼監工 只是打電話 有時候一個星期 就巡禮一次兩次 不是不會去 會 但是很少 他基本上也不想來巡禮 巡禮做什麼 沒什麼去做 其實這些已經上了軌道 清潔、掃掃 叫做有個食環主的街市在這裡 譬如紅蘋果等等 其實它是食環的 食環會來逛逛逛逛逛逛 但是現在連食環也不來逛逛 那怎樣呢 找個外判工 外判工來做事 實際上街市這麼成熟 只要你搞好衛生問題 其實很多店鋪 裡面的衛生問題 它自己都搞好 那你兩三個小時 已經做完事了 那就睡覺了 這是人手分配 資源分配的問題 未必是跟這個人的問題 是你的工作分配的問題 那就兩天一次 三天一次 那你每天一次 那他也不夠工作 那他就睡覺了 另外聯合醫院這宗 也挺麻煩的 原來 就是自從聯合醫院 倒下了這個手術燈之後 醫管局就派人巡查 發現不僅是聯合醫院的 很多間醫院 用同型號的手術燈 即是手術室上面的手術燈 有12支的螺絲都鬆脫 原來他們用了很多年 即是已經用了11年 聯合醫院出事的吊燈使用了11年 那為什麼沒有人會定期去檢查呢 那你說是不是大件事呢 這次只不過掉下來 就是叫做被拘捕了助理 不是說很大件事 但是如果有個病人 在私手術突過來的話 那切錯了可能會大量的 我不是經常突破了病人 又不會突破 但是當你私手術的時候 你一錯手很危險 那中間其實三年的疫情裡面 那為什麼不找那些技術員工去維修一下呢 去做一下呢 那你以為只是聯合醫院的問題 不是的 原來他巡查了很多間醫院 來自四個不同的聯網醫院 其中聯合醫院有五支 另外那七支就是不同的醫院裡面 那你可想而知 在這十幾年裡面 基本上那個管理是很差的 這些是手掌硬件的功夫 你一定要擺在那個計劃裡面 譬如說 每一年找人驗一驗 或者兩年找人驗一驗 坦白說一句 你自己本身裡面 你自己本身裡面 都要有人員去磊上去看 我經常說 你鬆脫這些事情 要多少專業才能做到呢 是吧 你自己拿上手拍一拍 你自己會鬆的 是吧 好 告白時間 今星期已經不放了 上星期已經放了 大家可以關閉Youtube下面的連結 进入我们的网页里看之前的文章 如果大家有兴趣订阅我们2月份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或者YouTube投资筆的美股收费版 大家都可以看片尾的付款方式 也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 Weekly 连结在下面 首先说一下 现在有不同的新闻 但是我没有看到比较公司的媒体有报道 可能不给报道 有机会是不给报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有第二波 很多地方都爆第二波 就是第二波的疫情 当然不能够播出来 因为习主席刚才宣布了三年疫情大胜利 咦?不是啊 好像破坏之王 咖啡包面具周星馳 被黑红打低了 然后他又起身 在后面 然后打低了又起身 那是不行的 可能全部都不报道 但是因为他不报道 我没有办法确认真还是假 但是 这个刚刚是昨日升到的新闻 日本就说 内地最近很多人 是走去日本买这个龙角散 散喉堂 很明显 就是当你新冠 喉咙痛的时候就要 甚至有些中国人 是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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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搬过去的 如果由这些迹象体 加上很多内地人来香港扫药 有机会 零星地在中国是有扩散的 所以大家现在回去国内 你也要小心 好了 今早上 刚才已经说了 波叔说今年 波叔也老了 你看到 老了 多长波叔 六十几 我不知道他老什么 总之你看到波叔也老了 应该要退下来 你看到样子整个老了 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要退 真的 你看到整个样子都已经老了 还不退下来 是吧 好了 刚刚确认了 今年派五千元消费券 第一期三千元 就四月份发放 第二期就不知道了 大家要预期他 很快就会再发 这个政府绿色债券 你计算吧 很简单而已 总而言之 如果派一万元 每人派一万元 大约就是用六百亿 六百亿 每人一万元 破那数 如果派五千元 就是香港用三百亿 就是这样一天 波叔说 今年经济增长 大概是3.5%至5.5% 基本通胀加化2.5% 我估计这些数字全部都是不准确的 以及相当不准确的 为什麽呢 第一 今年已经去到接近第一季的过了大半 中国也是 如果经济有起息应该是有的 如果经济没有起息呢 如果头一季都是没有的话 那你后面是很难追的 我绝对不会觉得今年经济有3.5% 还有说知道5.5%的增长 如果你基于去年的基数低应该可以 因为你去年的基数是很低的 去年是负来的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是负来的 如果你负的话 你经济5.5% 其实可能你都是 就是3.5% 可能都是1.5% 基本上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经济有起息的 你就不会派消费券了 对不对 那为什麽不派1万元 没有钱嘛 对不对 好了 基本通胀2.5% 你去买个包子就知道了 我昨天下午 哪间我不说 我吃过最便宜的 鸡扒南瓜包 再加一个红豆冰 29元 那个包子 是有两片 两片好像面粉一样的东西 夹住的 那个不是包子 是两片 幸好那里没有风 大风吹走的包子 接着有一块很薄的鸡扒 就是这样 那个包子仍然的名字是这样叫 加上红豆冰也是29元 但是材料就缩水缩到妈妈都不认得 那你告诉我 你的通胀是2% 那谁信呢 对不对 没有人信的 对不对 你一定要苹果对苹果才行的 对不对 好了 但是香港去外面洗钱的人 就越来越多 那你看到 全部都是怎么样 全部现在香港的旅游业 就是帮香港人出去旅游 出去洗钱 国内好像说有旅行团 你看到它没有报导 我都知道可能会很久的 基本上 所以香港的钱一路向外推 香港的钱一路向外推 但是进来的钱 就不见多 那我们就马上讲 其中今天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高财通的问题 那大家看到盈光幕 广州有6名的科研人才 人才啊 人缘啊 人才啊 这些是人才啊 那邓小平是什么 邓小平不是天才 如果这些是人才 那邓小平是什么 邓小平是天才 那乔布斯那些 就是天才 大家也知道 这些不用我说 乔布斯 比尔益斯 那些都入于天才 就是我经常说一件事 我叫你现在砌电脑给我看 不要说以前 你现在砌电脑给我看 你都砌不了 那这个是天才 就是邓小平那些是偉人 那这些是人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难怪我们习主席是天选之人 这6名的科研人才 不好意思 笑了出来 获法首批的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东莞也签罚了 那这些人来做什么呢 来替代你香港人 来做什么 香港现在国内一样有港交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前的港交会是多人得很紧要的 以前在旧市中心 其实在旧市中心 去了扒州已经开始少了 可能扒州的地方大很多 但是扒州我去过两次 扒州那个我去过两次 之前那个我零几年已经去了 我2001年已经去港交会了 当时的港交会 那个礼拜 你是未见到那些盛房 多人得很紧要 其实那些人多到是 真的不是说笑 多到你害怕 现在你看到小猫三四只 有外商 阿钞 真的 我刚刚才去完 就是上一年才去完 他说阿钞 阿钞就多了 很多阿钞来买东西的 好了 那怎样呢 那来香港 来香港做什么 来香港代了你 简单说一句 现在他们在香港 摆过展览 他就会告诉你 他 就是香港的代表 其实他是直接接单回到他们的东莞厂 香港人再做中间商的角色 已经过去 他不会再让你香港人做中间商 当年江泽民的时代 胡锦涛和朱镕基的时代 香港还在做一个跳板 现在他不会再让你香港舔倒 他就是 那些鬼佬坐在那里 他就当他是香港人 但是其实他不明白一件事 香港人 真正香港人做事 和国内的人 有很大差别 不要跟我争吵 我接触了大陆人二十几年 很多是跟我的 那些做事的方式 和香港仍然是两回事 如果跟得香港人多的 从小开始跟的 他模式比较接近香港人 但是你中间这段时间 中国就是他说崛起了 这段时间内地人 用回内地的模式 因为你有人口红利 便宜 那你就能做到 好了 现在人口红利没了 没了 中国现在样样都贵 人工贵 乘车贵 吃那包都贵 吃餐都贵 基本上你现在去东南亚 去所有的地方 除了越南比较贵之外 其他地方的人工全部给中国便宜 那他胜在什么呢 胜在产业链原备 好了 但是当你今次封城疫情 打断了所有产业链的时候 东南亚以前的产能是很低的 现在东南亚厂的产能 从特朗普到现在 2019年 2019年 2020 2021 2022 3年时间内 东南亚的产品 慢慢已经做出来的时候 就代替了你 那你说不是的 很多中共都去了外面设厂 这样 就是投资了 那些钱不会回中国的 那些钱出了中国 还会回去吗 你傻的 你傻的吗 他不会的 是吧 那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帮人 这帮人就是来香港 代替了你香港人 跟那些鬼佬说 我是香港的 我跟你谈单 落单 落单 跟着落去东莞 其实就是落去他们厂 或者落去东莞市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高通 高财通计划 其实就是 拿走你香港人 紧如的名声 用了你香港人的朵 跟着 希望能够到单 有没有用呢 没有 因为为什么 香港的朵也没有了 但是香港人的拼劲 还在 香港人做事是不同的 香港人做事 和内地人做事 是完全不同的 手法 做事 完全不同 但是 香港人说比较认真 但是香港人都是走 走正面多 以前的日本人 真的是一板一眼 我跟过韩国人 韩国人也是很认真的 日本人实际上是一板一眼 但是韩国人对于品质的要求 香港人都未及得上 真的 黄论这个中国人 真的 但是他们做事很仔细 各方面都讨论过 他们是很仔细的 很认真 很仔细 真的 我跟过韩国人 我做过日本的币 美国人比较大开大合一些 美国人比较大开大合一些 英国人比较假绅士多一些 但是当然英国的标准都是高的 英国的标准都是相当高的 在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 英国人是不会放的 但是香港或者中国人是怎样呢 一去到 不行了 如果不走货 就寄费机了 高高高 哪里有Quality可言 没有Quality可言 但是日本人呢 你不要跟我说 品质不行 一定走不了货 我曾经问过一个日本人 我们说 我们不用YKK的拉链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跟我说 如果不用YKK拉链的话 我整单货取消了 不要 一件我也不要 你看人家对品质的要求 其实是无语论地 真的 你这些香港人都没跟得上 香港人就很懂得走货面 但是内地人呢 直情就是一去到香港人都如是 内地人的 他根本完全是以打关系去做事 不是看品质 最后看我怎样堂塞了过去 找个藉口 台湾人有些都可以的 台湾有些的品质都是高的 好了 这方面我们说了 好了 我们说第二个 这个也还是好 他起码来代了你香港人 他也叫做正正常常 表面上 好了 你看这个 何健辉 我在片头也说了 你不要跟我拗这个基因编辑的问题 因为这个道德问题是拗三年都拗不完的 好了 问题就是 你看看昨日 明报 大家知道因为这件事 何健辉在国内坐了三年牢 刚刚才放出来 刚刚才放出来 明报就知道他 喂 我申请了高财通下来 还怎样 还批了 拿了这个通行证 那便问这个孙玉涵 那孙玉涵就说 不用申报 因为 中间那个程序是无需申报刑事记录的 为什么会这样 收了命令 哪些人便来 那他便告诉你 无需申报 但你不要忘记你是局长 香港不是要申不申报刑事记录 而是说 你一定要符合香港的入境要求 对吗 对吗 所以你看到他完全真的来斗粮而已 微信叫我怎样做 我就怎样做 我照答你而已 没有 都没有说 好了 好了 那这个何健辉 就暗咎到居然接受了明报访问之余 还怎样 还在北京开了记招 那就是说其实后面 应该他认为是有人帮他搞定了 那才这样做 我明正言顺 大家看到 那这个何健辉 21日以电邮回复香港01 承认正准备联系一些学校 已经批了高端人才计划 我已经准备联络学校 科研机构有合选工作就到香港 预料会在港研究第三代DNA合成 和罕见遗传病 和罕见遗传病 他答了这个01 也答过这个明报 他当时的罪名就是非法行议 大家看到形光幕 接着说他是罪犯 刚才放 大家知道在国内 权贵例外 如果你和权贵有关 拿到承讯的话 我记得当时说这个买猪仔 本来判了监那个 他突然变上市公司主席 他今天还去了柬埔寨 好了 有人问过这个孙玉涵 喂 入境把关 是不是罪犯 不关我事 入境处而已 说你这么说 你是局长来的 是吧 好了 我相信 他做了北京的技招 基本上 有更高权力的人不满 更高权力的人不满 那又怎样呢 大家看到他是刚刚才出狱 在监狱里面三年 问题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高财通计划 就有两件事 以我所知 第一件事 你年薪有二百多万 我不记得二百还是二百五 第二就是过去你有三年 过去有五年 有关人工的工作经验 他刚刚才坐牢 何来有最近的五年工作经验呢 他有三年都是坐牢的 好了 他坐牢 何来会有几百万年薪呢 是吧 这些你不要告诉我 是符合这个高财通的申请要求 好了 这件事曝光了 让何建辉后面更高层的人出来 那又怎样呢 立即改 啊 哇 签证未发 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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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给了个通行证 那由今天开始 就要申报刑事罪案 你看看 根本上完全就是 中联办或者国安华士 这个人是无关的 他只不过什么 打个香港人在你面前 骗鬼佬而已 现在连骗鬼佬都不骗 即是怎样呢 东莞的人直接来到香港 为什麽呢 说广东话 那就直接带了你香港人 去一些会展那里谈 那你以为你落单给香港人 其实那个是内地人 但是你以为外国人知不知 你当个外国人是傻的 你做事方式都不通 他不是就一天来香港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 不止 见到上面兴辣 即是更高权力的人兴辣 那又怎样呢 你看看 批了个通知书 你不肯定他为什麽给他通知书 对不对 那便立刻补获 未出签证 未出签证 那当然那些议员就 即是今早早上开会的议员就批了 不是政策错漏 根本不关政策事 你以为孙玉霞不知道吗 你当他真是傻吗 你是傻啊 我托人工而已 你叫我做什麽就做什麽 对不对 工作经验不是画不符 他那三年坐牢 何来会有两百多万一年的年薪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入境处长飞出来了 华尔有人以虚假陈述 获得签证 虚假陈述 喂 孙玉霞都说明的 申请上根本没有刑事记录这一栏 怎样可以假陈述 孙玉霞无效并刑事调查 你有权力调查吗 他现在在国内 你怎样调查他 你在国内有调查权吗 中国在香港就有 如果关于国安的 香港警察在国内 不是执法 调查权利也没有 我理解你是否刑事 对不对 除非中国跟你合作 这样就可以 都是他调查 告诉你 所以你就看到 第一件事 这人可能死得了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以为后面参与那个 真的有多厉害 可能现在习总看到 喂 搞错了 国家判了坐牢的人 现在来香港做专才 你傻的吗 中国这么大 十几亿人 没有人才吗 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 可能不止这个 这个就叫做 就是离谱了一点 已经是 刚刚出策 好了 有些就不是 有些就来生孩子 有些来生孩子 照批 你不要看这些样子 可能是假的 很多时候那些 那些头像都是假的 你不要看这些样子 可能是假的 就怀孕二十七周 差不多六个月了 六四二十四 七个月都在来头了 高财通 一样批 还在小红书里面 分享过攻略 三个方法 来香港生孩子 在香港读书 申请在香港读书 他不是你 不是他的儿子 他在香港读书 第二 用香港这个优才 专才 高财计划 第三 就是插 探亲签证 但是探亲签证 你就要去私立医院生 你会问 为什么还来香港生 不去外国生 这些是卡住的 就是说他又不是权贵 他又未去到权贵阶段 他可能权贵 抛哪个的亲戚 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就用这些方法 赴港产子 港保身份福利 大揭秘 来到香港生了 有多少福利 主要用来做什么 做跳板 拿香港来做跳板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还是要拿香港来做跳板 因为国内没有人相信你 没有人相信你国内的 你又不是权贵 那就唯有用这些方法 刚刚还有些亲戚可以帮手 你看看右边 已经发了那张 入境签证书出来的 右边的字比较蒙 就是说 2023年8月8日起 他已经可以用专裁计划 多次往返香港和内地 他在杭州 居留时间最长24个月 他说 4天就成功批准了 你不要告诉我 他有二百多万一个月 你又不要告诉我 他是专裁 所以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很明显的 这个所谓专裁计划 就是什么 就是等自己的姨妈姑爹 牛鬼蛇神 全部下来香港 这班的你要 你要那些 拿个便利的 你会做 所以你看见坚叔那些 一朝天子一朝神 现在谁批准 骆惠宁不理 他已经走的 三月已经走的 你看到当新人事一上的时候 新人事就离杀了 这些是我的 即是我的姨妈姑爹 他又未去到权贵 因为如果这些是权贵 坦白说 你国安就走在一旁了 基本上 你都不是入楼 这些就是用来吃的蛇渣饼 所以问题就是 香港慢慢慢慢就拿干了 完全拿干了 你见到 仅如还有少少 用你香港人的名字 用香港人的名字 但不用你香港人 就是这么简单 个个不是来香港找着素 如果坦白说 个个好像曾荫权那样 有少少腰骨的 今天香港都不至于搞到这样 是吧 我们说完高财通之后 有报导 说港府去土耳其地震做救援 做政治表演 我们看看他们回来的 原来有些事情 自由亚洲不报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他们一回来就回来了 其实原来不是的 有几样东西 原来中国和大陆的救援队 是在地震发生之后两天才到 港队就2月10日到 第一样东西就没有立即赶去 这些我觉得我又不会买的 因为香港都要做gathering 做prepare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来他到过之后 就不是去救人先 就是花了几个小时 等内地 然后驻扎 举行中国的升旗仪式之后 搞了半天才去救人 其实那些人就不能等你这么久 不能死 还要先等升旗仪式 是吧 没有中国人升国旗是没问题的 即是有了 他说 我们保证未有迟 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去救呢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就说原来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中国那些 就是希望那些土耳其的人 给他一些钱 他就说自己土耳其国家 就办事不力 拯救不力 多得中国来救他 此外 此外我们也说过了 那原来的问题是 今次 这个救援队 不是首先回到香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原来不是的 原来这个救援队 他跟中国的先回到北京 他跟着才回到香港 我们再看那个报道怎么说 大家再看那个报道 香港救援队回程的时候 不是直接回到香港 首先跟大陆的包机去到北京 出席17号 国家救援队和香港特区救援队 归国欢迎仪式 原来当日 磅友陈国基 和大饼强 和消防处长梁恩健 都一起上去北京 好了 首先在国内威了 然后再回到香港 他不说 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们同日回到香港 是错的 先上去上面威了 然后再回来 那真的给人一个感觉 你好像在 在扮演英雄主义 国家主义 喂 你香港有香港救 中国有中国救 是吧 那你是不是先回来香港呢 那就先回到国家 而且你看他这样回答 就是说 他是等着中国 跟着搞上升旗仪式 搞好了 拍照了 在中国直播了 跟着才去救人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 都可以救多几个人 真的 不是说笑话 是吧 我相信报道 是真确的机会 应该是很大的 我们说点几个关于 四十七人案 三十五家 黎智英应该是 是律师 跟他分享了 点几个观点 这次我觉得 他入品是很聪明的 既然你律政司 说人大释法 没有影响 他请Tim Owen的决定 十一哥也是这样说 那你宣布 你说了 为什么你不宣布 但是问题有没有 当然有 我们一直看下去 你看看十一哥怎么说 十一哥都说 修例不影响中院判决 既然你说不影响 为什么你律政司不宣布 但是Tim Owen说 因政治理由不准入境 那即是有影响 对不对 奥运本身有没有问题 我不敢说 那你又说没有影响 对不对 你之前说没有影响 那现在不就是有影响 对不对 Tim Owen有什么政治上影响 之前连这个人也没有提过 告诉你 他是一个律师 帮黎智英打官司 就是这么简单 最终是怎样 最终不是人大释法 说特区政府直接修例 怎样修例呢 就是说 法院你可以批准 但是要先经过特首证明 那即是不可以 对不对 那你不是认识法 你根本是改了一条法例 我们老祖已经说了 你即是改了一条法例 共产党最流行 行 没问题 你法院是独立的 不过我在你上面摆了一条法例 最流行是这些 或者你最高的人 全部都是我的人 就是这样 来来去都是这些招数 你看看普京都是这样的 普京都是这些招数 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有这些国家 全部社会主义都是这些招数 北韩那些全部都是这样的 行 你独立自主 不过我在你上面摆了一条法例 这条法例比你大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认识法 这个不是认识法 你连条例都改了 要特首批 那法院批什么 特首批不批 特首不批就永远都不批 那即是废话了 你搞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多余 其实李家超也想闪 李家超是想闪的 因为你不想被英国制裁了 你被美国制裁了 你也不想被英国制裁 很多法官也不想被英国制裁 李家国安也不想被英国制裁 你见到搞得 搞得不乱乱也不知他想怎样 他又想做 即是又想我自己大势 又怕别人制裁 那你想怎样呢 而今早更加 我经常说一件事 共产党那套东西 只能在国内用 一拿出来第三世界 但根本就是笑话一个 你见到今早 法官陈庆偉 他也吊吊了控方 喂大佬 你不断地播出初选的片段 究竟你想怎样 他没有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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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播出这个片段 第一 第一 哪一节是和案情有关的 哪一节是违法 你想说这个违法的证据 是哪一个被告 你说清楚 那不是你播出这条片段 那不是你播出这条片段 来做什么 其实那个官呢 我不知道是法官陈仲恒 还是法官陈庆怀 两个都有放在那里 但问题就是 我今早上如果这样看 别人已经看了接近九十分钟的片段 你想做什么 对不对 共产党就是这些 看看他说了 他要颠覆特区政府 那哪一段才行 你先放在哪个被告 哪一段 违反了哪个法律 你先说清楚 对不对 总之他们47个全部有罪 那你逐个逐个来说 对不对 所以共产党那些东西 你一放出来第三世界 完全行不通 完全行不通 什么才行 你自己的法律 因为他过来不需要 你看看用不就知道 你看看用不就知道 连那个 那个数字 说他倒底面的记录都没有 他都可以入罪 但是他六大倒企是一点事都没有 你就想想 对不对 这样也能入罪 其实 好了 香港当你一有外国的人坐在那里看的时候 你法官都不能够乱来的 喂 那你想说什么 对不对 不要浪费我时间 对不对 哇大佬你三个片段播完的 哇那里几个分钟 两个钟头 那你想做什么 要浪费我时间 就是你看一件事 由头到尾 你说加些什么欧乐坚 林景南 那些赵家言 有证据吗 你有什么实质证据 你不就是没有 哪一段里犯法你都没有 但是当然了 就是我们很多读者都说了 求证也是我的 求员也是我的 是不是 差不多连观众都是我的 那你只不过是来 就是给一些外国人看一看 然后订你罪而已 是不是 是吧 那么在这个 习主席 有机会在三月访问俄罗斯之前 趁俄乌战争一周年 拜登就快闪去基辅见扎林斯基 坦白说一句 拜登这次也做得挺好的 我估计一件事 他们美国的雷达 那些战机 那些飞弹 就全部后命了 基本上 就是说你趁机想 拜登在这个机库 我把飞弹放进去 这个应该是他们 做了准备的 因为你看到中间突然间有个 防空预警 就是说有个飞机起飞 应该就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有飞机起飞 但是就不是 向机库这方面 就飞去这个俄罗斯那边 我相信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才会过去 就不是说突然间过去 只不过是保密 那用来做什么呢 很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如果支持俄罗斯 那我连你也打 那拜登这件事 我觉得是做得好 那他就是在波兰坐火车入境 同一时间 王毅已经在昨天抵达了莫斯科 那就是今天就见俄罗斯的外长 美国会再提供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 这个亦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真的去援助俄罗斯 你给多少钱 美国之前一直都有 有武器 接着有这个budget过去 原来日本更厉害 原来 这个你见到 拜登和扎廉斯基 就是这个基库的街头 有想看的 大家看到 拜登虽然80多岁 但他演戏 也做得很足 你见到 和扎廉斯基 基本上是在一起 美国已经出了很多军援 接着大家见到 岸田文雄 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 会向乌克兰追加 55亿美金的财政援助 拜登的5亿美金是军事武器 简单说一句 这些都给了习近平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要帮俄罗斯 如果要帮俄罗斯的话 那你会给多少呢 对不对 第一件事 你帮俄罗斯的话 你死定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现在 德国和意大利 基本上已经表态了 什么都不要说 如果你不帮乌克兰的话 不用再说下去了 只是多余而已 只是这个 只是这个马克龙 其实我很厉害这个 现在来到的巴黎奥运 稍后我们讲到的视频的时候会说 基本上现在整个欧洲 包括日本 韩国 澳洲 一定支持台湾 不用问 一定支持台湾 一定支持乌克兰 好了 我现在给他五亿 之前给了这么多 你不要以为美国佬 真的很大手不和 他只不过是 充公了 俄罗斯的美金 然后给 其实美国佬没有给过钱 他充公了你的美金 那你习主席又给多少呢 你过来 先不要说废话 你要援助我 其实是各取所需 因为习主席知道 你现在不是俄罗斯 伊朗那些靠不住 塔利班那些靠不住 你现在全部围住你 没有了苏联在军事上的时候 你真的死得了 但是 普京来说 你不要说这么多 是吧 你给我这么多钱 是吧 你看看美国 武器都五亿了 日本 最佳5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那你援助我多少 是吧 你说你和美国一样这么厉害 那你援助多少 是吧 不要被人民币我 是吧 那这个对习主席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财务压力 你还有多少钱给他 那你没有钱给 不要说这么多 是吧 那麽拜登就说 首先他就派了这个王毅去谈 先的 其实王毅现在说的东西就是习主席想说的东西 王毅哪有立场 习主席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那有志就说俄罗斯高调 他应该会和俄罗斯一起高调反美 刚刚出了个国务院文章 骂美国什么霸权 什么霸权之类的 坦白说 习主席可能他都自己心知一件事 美国佬是回不了头的 美国佬是回不了头的 你想做霸主 第二世吧 你看现在中间经过了两年疫情 拜登上了两年 上了两年之后 差不多两年 2021年2022年 两年了 你看一件事 韩国本来骑牆的 埋埋 菲律宾埋埋 日本埋埋 澳洲埋埋 欧洲除了马克龙之外 大部分都埋埋 普京信得过吗 普京信得过 是吧 我告诉你 普京分分钟打完新疆 也不奇怪 普京怎么会信得过 是吧 但他没有办法 他以为普京信得过 普京哪有朋友 这些人哪会有朋友 多余 对不对 那习主席有没有呢 习主席可能也没有 其实 两个都是 荷包光眼化 走在一起 你不要说这么多 在普京来说 你跟我说耶稣 可能真的 报导说 北京会转移国内不满情绪 有机会的 这个医保 我们在地产小专家也会说多些 秦刚基本上是做白面的 不要再说 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 没有这样的事 对不对 还说中国就会继续劝 大家不要打了 其实我问 习主席是不是想叫普京信耶稣 对不对 这样就很容易 对不对 我最记得邓小平说过 共产党是骂不倒的 你骂他就可以骂倒他吗 不会的 但是你骂他 有一件事就是凝聚了 其他人的气氛 这是真的 你看现在医保就是了 你看之前白纸革命就是了 对不对 有人发声是很重要的 但是国内那些 现在我真的不敢说 因为医保的问题 连老人都出来了 最惨一样的都是老人 你是不是真的打那些老人 大家知道之前那些 恒大那些恒大宝那些 真的是打的 你在形光幕看到的 好了 现在这帮老人家 全部都是退休人士以上的 大部分都是有长期病患的 你现在的医保 他不是不想给的 他没有钱给的 你明白吗 他不是不想给的 他没有钱给的 其实是 监生还顶着社保 你将来出来社保的 一定是退休人士 全部都是老人家 那你是不是扫平他 你一旦动那些老人家 我告诉你 全中国跟你作对 四围都火头 那你怎样 你又没有钱 你想和美国反面 挖进去欧盟那里 你又怕不够美国打 然后挖进去苏联 究竟你想怎样 我又想赚美国的钱 我又想吊构美国 这个世界哪有这样的事 是吧 就是香港一样 你又想香港人跟你努力 你又压着香港人 然后压榨你们香港人 然后唱这个 做这个大外宣 你当人家是傻的 是吧 他不是这么按钩 他就是这么按钩 香港人还会跟你博 香港人还会跟你回内地 是吧 有几多香港人 以前每个星期都回内地 你现在通关他都不会回 真的不是开玩笑 有几多以前内地的人来香港 少了几多人来香港 之前那些人去了哪里 现在只剩三四成 那些人去了哪里 你给他都不来 对不对 香港是中国来做什么 我大把钱 你又不让我把钱下来 那我干嘛要来 是吧 消费我去哪里消费都可以 我有钱 你香港真的要买那些靓药的 体制里面 党里面的要买 一样买到 一样买到 他们一样上到网 你一般人上不到网 其实他上到的 他们有特权的人上到的 那干嘛还要来呢 不要说你买地 更加不会 买地买楼建楼更加不会 钱他们有没有一大把 是吧 你见到布林肯 继续说 无论怎样都好 无论习主席知情与否 都应该去负责 你不是不出声就可以 另外今天 中日会举行安全对话 日本就促防止事件再发生 现在在亚洲最主要 钳制中国的就是日本 和台湾 韩国暂时都是转态 澳洲暂时都是转态 但是最主要就是日本 就是以前 第二次大战最狼的两个国家 其中一个就是日本 接着就到德国 美国的国会议员再次提出 关闭香港在美国的经贸办 我们之前也说过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你根本不是搞贸易的 你根本就是搞政治 把中国那套帮中国去吹好国 鼓吹中国在香港的政策是对的 然后吊构美国那些 所以他就麻烦你关闭了香港驻美的经贸办 2月18号 他是再提出这个方案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不会 有机会会 你说不是 有很多生意 就是他说 喂 香港是美国最大经济贸易顺差来源地 因为中国而已 因为他跟中国做而已 他不跟中国做 你看到贸易就缺了 如果他不跟中国做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跟香港做 所以香港2023年整个形势都是不乐观的 明年就进入九云了 明年就进入九云了 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可能是一个催生势来的 中国必定把俄罗斯在那里 美国一定制裁你 一定牵连到香港 好了 很快又是这个奥运了 为什么这么近呢 因为上次有疫情 所以全部都延下了 好像在东奥 菅义委也是这样下台 北京奥运 然后在东京奥运 然后在北京做东奥 很快明年 就会是下一届奥运 即是巴黎 在法国巴黎举行 现在有提议 不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队员 就用一个中立的身份去参加 当然没有可能 中立 你不是代表国家的吗 你自己出战的吗 没有的 34个国家就是东促国际奥委会 不可以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 参加这个巴黎奥运 大家都看到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中立的身份 绝对没有可能 你看看 30个国家 全部都反对 但是巴黎 即是这个法国 居然在考虑着 即是马克龙正在考虑着 这个是不是一个狠样 我告诉你 马克龙真是很狠肥的 没有了肥婆之后 甚麽都不是 是吧 你怪不得法国现在有这么多示威 是吧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不出我所料 刚刚有了 2022年赤字是1,398亿 比原来的预算多了560亿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下半年 发行不少于500亿的银式债券 和150亿的绿色零售债券 加上650亿 今次派钱都是300亿 好了 究竟这些债券谁买呢 我自己买 特区政府自己买 就是这麽简单 或者是扔心口 叫那些地产商 那些有钱人去买 是这麽多的 那就是说 他派的钱是借回来的 那借回来的钱谁还呢 就是我们还 那就是说 其实他是用我们的名字去借钱 我们还 然后派给你 就是这麽简单 这麽简单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麽简单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逢星人和大家见面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那我们刚刚说完这个联合利华 那我接着会说这个CAMING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2月份收费版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那今天是星期三 祝大家星期三愉快 那我们更多的财政预算案的资料 就会在香港财经R 和地产小专家和大家分享 拜拜